我兔子喬鑰匙 那你会造什么句子 我在桥上遇到一个拿着钥匙的兔子 这个兔子太猛了 就想是什么这样 太猛龙了 把生活想成诗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 Hello大家好我是Ariel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心理测验这件事 所以本集呢就邀请到陈柏豪医师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心理测验背后的大解密 Hello大家好我是陈柏豪医师 接下来呢美医子准备了一个压力测试 然后我们两个目前不知情 题目长什么样 这个版本从开开前就不从我们打开 他要我们选就是 你今天要结伴同行的话 你会选择哪只动物 这边有六只动物那你先选好了 一二三 快点 试测时间到了 你犹豫太久了 2000 years later 老虎吧 我也是选这个 这个就是很像是我娱乐性的行李车 嗯哼 就我们选完都觉得 哇好酷我想要知道答案 老虎答案是什么 老虎答案是什么 阿玛勒 其实每一个好像都是我们 哈哈哈哈 这个有时候就是你看当我跟他选一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你跟我一样 但是这种测验就是可以增加一个话题但某个部分你跟那个人也不可能全然一样啊 第二个称我兔子乔钥匙那你会造什么句子 我在桥上遇到一个拿着钥匙的兔子 这个兔子太猛了 就知道是怎样吗 太猛龙了 爱丽丝梦有闲境里面那只兔子 我代表你笨人 然后兔子是你的爱人 然后钥匙代表钱跟排场 桥代表你的人生旅途 你在你的人生旅途中 遇到你的爱人拿着钱 诶 爸爸好 他比较像是在免心理痕跌里面的 语句完成测验 他是以大众大部分的人都会喜欢兔子这个为例组点 去做出来的一个语句完成测验 那但是 你又知道就不会有人讨厌兔子 对 对啊 所以他如果讨厌兔子的话那他做出来的句子 一定是想办法把这只兔子离得越远越好 兔子一点都不温柔 对 或者他曾经被咬兔子咬到喷血的历程 这个测验就失去他解释的意义 因为你可能会说 哈你就是你没有爱人 诶他不是没有爱人 他被兔子咬过 所以这个测验如果改成想办法 也许他就会回答了 大家心里面对这个替代物的既定形象 会影响到解释的结果 对 因为为什么大众那么喜欢在这群媒体上 测一些心理测验 然后测完就分享你的朋友说 诶你快测看看你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好玩啊 大家就开一个话题嘛 就像我们以前就是会跟大家讲说 诶你有沒有去听某一场演唱会啊 或者是你有看哪一本书一样 诶你哈利波特看到第几年 然后一个很快速的让大家 你去熟悉一个可能 所以就是比较娱乐这样子 是 在医疗院所自行的心理测验 是经过一个科学的方法 所验证出来的一个 可以检验自己内在的 当时的一个状态 他本质上是我们人生在面对决策 或一些 考量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测试 不过大家如果这个娱乐性的测验 我想也是一个认识自己 或是跟朋友一个开场的蛮好的话题 心理测验其实还分蛮多细项的 它是一个集合名词 底下其实包含我们可能 智力测验啊 成就测验啊 性向测验啊 人格测验 这些都是属于心理测验里面含瓜的 大家一定很意外 听到 自力测验属于心理测验 是啦他是 因为他是做一个标准化 从卫士智力测验里面去包含他有分儿童版成人版 他从每个常活年龄去做细分然后解释方向 性向测验很简单来说 其实就比较像是在测一个人的价值观 我想到性向测验是我们高中那时候做的就是你适合 训练什么科系 这也是他的影响的变相很多 从你的家庭经验可能就是 你那沟比较多可能是受前一支的一些影响 那或者是你本身的 他当然很多原因 我们不会中瓜说你就是绝对死了和这个 我觉得可以进一步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再去做探索 那成就测验就是我们最讨厌的 考试 讲考试太严肃了 考驾照 考执照考驾照考试 最后那人格测验其实也是大家最 通常是最感兴趣 在我们心理横见里面做的这个人格测验 其实题目有时候都多达无略 那些测验为什么要测这么多 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 是有校标关联的 就是当他这样回答他要看你下一个回答 有没有类似性 有没有一致性 他才会去做这样的推论 推论也就是不表示你这个人完全是这样 心理测验的结果 包含我最后讲的任何测验 他会因为你的教育环境 社交状态改变 成长背景 或者是你的工作转换 然后都可能会影响到测验结果的不同 不要过度推论 会把它当成一个参考变成你预测未来决策的一个小小的指标 那你有听过一直都其实蛮皱红的MVTI这个测验吗 因为他分类是用一个 两极的方式去做二分法 所以测出来我觉得 可以变成一个 你检视自己的一个 方向 你可能会觉得 我是绝对的内向性格 或是我是绝对的外向 不一定不一定 我们人其实是每天都在变化 人格状态也会是 有一个光谱上的一个 点 他不会是绝对位置 但因为他用二分法 所以就会让大家可能 如果过度推论的话 会还蛮辛苦的 我觉得MVTI可以施策 因为他有分很多种啊 从几十题到几百题都有 其实施策 他不是最恐怖 最恐怖是解册 所以在解释的时候 你怎么样保留客观性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心理测验要多久做一次这个东西啊 就是要看每一个测验的不一样 那像我们比较知道的 治疑测验 其实基本上 他规定的事实上是两年 那因为是学习效应 所以六个月内测出来的东西 一定会有很明显的 数据差异 那当然每一个 就是很正规的心理测验 那题本里面都有写啦 就是使用说明 就会告诉你多久才能测一次 大家其实在做这个测验的时候 也要了解一下说 因为某个部分一直测 对帮助没有太大的那个效果 其实正确的使用他是蛮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有疑虑 其实都可以到身心科去做一个 探索跟那个 咨询 基本上如果大家因为费用的考量 我觉得大学是最好的 只要去学习机上什么东西 跟老师说 你有想要自我探索啊 自我了解 那可能会安排心理师跟你谈一谈 他会帮你选择最适合你去做测验的 那基本上会是你在大学中 我觉得 一个很好的资源 去做使用 那如果已经离开了 就可能可以到社区的 资商所啊 身心科啊 就是你可以先上打电话 询问上网查询 有没有在做心理恒鉴 那当然他们也会 介绍给你一些 可能比较适合你的工具 因为毕竟还是要有专业人员 做一个评估 再去选择测验 其实在网络上你常看到大家很爱讨论就是 你是什么星座 你是什么血型的 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谈一件事情 就是你什么时候会最常去查这个星座他是什么样的人格啊 他会有什么样的形式作风 通常都会在你很无处 你跟你的暧昧对象然后什么关系 一直修成正果不了 对 我自己是觉得说星座他其实有点像是 参考 就是比较常听到他其实在心理学上的效应都会比较像是 巴南效应 其实他意思就是说 当你认为这个测验是为了我自己 不管是我自己比如说我去点一些网路上的测验 因为我有自己选择 我有主控权 对 所以这好像是 某部分为我量身定做的东西 会 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结果 的确是准的 对这就会把南效应在讲的东西 好啦其实谈那么多心理测验某个程度就是一个 他是一个工具然后帮助你了解内在的状态 但是必须告诉大家 所以不是你单纯选用一些工具就可以很快速理解 那所以在选的过程中除了跟专业者讨论以外 某个部分 在过度推论上其实也避免落入一个主观的认知 所以希望让大家更理解就是整个心理测验的一个脉络 然后也用一些工具了解自己 可以有一些准确性 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咯拜拜 拜拜 九成要看这集啊 都会做文件啊 讨厌数学的人绝对不要念心理性 因为它背后都是统计啊 所以我心理测验都会从统计来 统计从哪里来 从数学来的 对 这个星座血型 可能以前更多的时候会是讨论 生效吗 葫芦蜜蜜 你是属什么 招肥鸡招肥鸡 我已经忘了 我 等一下 但有些救护车你也不能用这一段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会教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会教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帮助